星期一晚到 各位弟兄姐妹 晚安 在星期一的晚上 忙了一天之后 让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祷告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在美国Asbury 中文翻成雅思本里大学 这个是在肯达基州的 一个基督教大学 这个发生的复兴的一个现象 好多人聚在教会的会堂 一起来悔改 祷告 和好 认罪等等 这样的一个复兴现象 也圆满了 到了附近的学校 譬如附近的一个Lee University 等等 现在台湾也好多报道出来了 我们也非常关注 求主恩待 让这些的复兴的火 继续的蔓延 我相信 这样子的一个 奇妙的现象 都是处于神的 神的工作 人是无法计算 我们也恳求主 在那个地方 发生这样奇妙的事情 我们也恳求主的灵 也感动我们 不一定是完全一样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人在主里面更新了 这让我想到 有一个人 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就记载了他了 那是在耶稣基督 来地上的事工之前 为耶稣基督 准备道路的 这一位约翰 那约翰所做的 见证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十九节 记下下来 当然这位约翰 不是使徒约翰 是使洗约翰 那也一出来 就人家问 问他你是谁 应该回答我是谁 不过他的回答是 我不是谁 他说我不是基督 我不是以利亚 我不是那位先知 因为这三个回答 都有旧约 圣经根据的 我不是基督 就是诗篇第二篇 所提的这一位 我不是以利亚 因为马拉基书 第四章第五节提到 以后以利亚要来 我也不是内先 那个先知 指的是 生命记第十八章 讲到的 那个先知 那个特别的先知 那你到底是谁呢 和和本圣经 是这样讲的 二十三节 他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 修止主的道 这样 这个翻译呢 有时候会让我们 稍微误解了 以为我们 约翰回答说 我就是那个旷野中 大声讲话的 那个人 其实 原来的含义是 我就是那个声音 在现代中文译本 和新译本 都把这一个的翻译 更清楚地讲出来 我不是基督 我不是以利亚 我不是那位先知 那你是谁呀 我就是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 什么声音呢 就是旷野 所喊出来的声音 那个声音 讲的是 修止主的道 正如以赛亚 所说的 等等 换句话说 这位约翰 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是这个 不是那个 也不是 谁谁谁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声音 一个人 怎么会变成声音呢 当然 不是我们 这个人格 降格了 不是了 他讲的意思是 我就是那个声音 声音是什么 声音就是信息 我这个人 成为一个信息了 我整个人 不只是说话 是信息 我的行事为人 是信息 我一举手 一投足 都是信息 我人生最高的目的 就是一封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为主 预备道路 哇 这样的信息 成为我们的提醒 施洗约翰 是为基督 开始地上的工作 预备道路的那一位 那现在基督 已经来过了 已经成就了 他的工作 已经复活 也升天了 那现在 我们在末世中的 每一位 弟兄姐妹 已经不需要为基督 预备道路了 因为他已经来过 而且成就了 那我们又做什么呢 我相信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也是一位 预备道路者 我们也是那个信息 也是那个声音 是为基督再来 预备道路 我们要等候基督再来 在他再来之前 我们整个人 应该成为 一封信息 成为为基督 预备道路 基督再来的 道路的人为 学习求主带领 让我们整个人 成为一个信息 我们常常用 有言的 或者无言的 为主做见证 不只是生活上 也是在工作上 家庭中 在各样的场合之中 我们的存在 就成为基督的见证 见证他 要再来 等候他 要再来 也为他再来 做好准备 愿主带领我们 今天晚上 我们彼此激励 一起 让我们 彼此提醒 特别在七十周年 庆典的过程中 让我们成为 主的信息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成为 一封信息 让我们 整个人 一生 成为 一个伟大的见证 不是我们伟大 是我们见证了 伟大的基督 他要再来 于是我们就活在 基督要再来的 这个心态和等候之中 我们只等到 你再来 求恩典的主 你引领我们 让我们 所做 所为 所言 都是为了 为基督再来 预备道路 成为你的见证 成为一封信息 愿主使用某一封 同时也纪念 仍然在病痛中 困难中 挣扎中 的弟兄姐妹 或者家人 求恩典的主 你让我们 在这个 低潮痛苦的 生活之中 仍然看见 你的恩典 够我们所用 求主 你也将恩典 赐给每一个 有需要的家庭 使我们领受恩典 从这个过程中 反而经历 主的奇妙 也成为一个见证 成为一份信息 谢谢主的恩典 赐福每一位 弟兄姐妹 心灵中的更新 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阿美 愿主引导 我们可以在主里面 一起经历 主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让我们把那个 感谢观看